叔叔阿姨哥姐们下午好 我是你们的妞 今天是18号 先别高兴 昨天说的是今儿个解封 昨个晚上又收到个信息 说是21号以后解封 所以说咱们就进来之子安置吧 计划赶不上变化 呀 这还有在外头锻炼的 这还有在外头乱走的 这都是咋出去的呀 天天这个大喇叭喊 不要出去 就是有人待不住 他就总往外跑 哎呀 咱是不出去啊 就跟咱这小屋里晃悠吧 叔叔阿姨哥姐们你们说哈 大家妞 从大山东千里迢迢跑到了山西 拿出自己所有的家当 开了这个小店 刚两月呀 开业到现在两月 小日子刚活起来 封城了 都说这个尸体店难做 确实是不好干 以前我在外边走 还没有感觉到就是说 像现在这个压力这么大 现在你看在这个屋里出不去了 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也不知道能干点啥 再做下来一想 你说是房租费 物业费 取暖费 水费 电费 人工费 房贷 车贷 信用卡贷 你说这 还得吃喝拉杂物 你说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如果说时间短还行 如果说一封封两三个月好几个月 那真的一般是考不了 这个压力真的是太大了 现在虽然是在静默期隔离当中 这员工工资不能不开吧 真的这老板也不好当啊 压力也可大 但是我相信 咱们祖国强大 兄弟姐妹团结 这都是眼目前的事 一坚持就过去了 天空永远飘着三个月 那都不是事 加油 相信明天还是会非常美好的 叔叔阿姨哥姐妹 你们说 是不是 加油